今天判決,我是蠻欣慰的 就是這個法官,還很有正義 沒有因為那些答辯律師,從頭到尾一直在幫他想辦法脫罪 我也不知道那些律師的心態是怎麼樣 是想出名嗎?還是怎麼樣?我搞不懂,這是公派的 那他們有這個能力幫他脫罪嗎? 我是在中目睽睽之下犯的這種浩天大罪 這樣子都不會被判死刑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那今天這個結果,我是蠻欣慰的 還他一個公道而已 就算他前死、白死,還不足以還這些不屑國人之罪 所以今天我在法庭上公開要求說 鄭姐,你能不能把你的器官見出來 因為他殺了四條人命,他已經做成了大錯 我希望他以他的大愛來彌補他的大錯 他把有用的器官見出來 最起碼可以救世活四個人以上 兩個人,失明的人,重見光明 我希望鄭姐能夠重新思考 他能夠把他的器官捐出來 把他的大愛遺留在人間 至於說健身器官者不能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 希望他有勇氣去面對他所做的一個錯誤 去面對司法的一個制裁 把他的愛遺留在人間,彌補他的過錯 我們代表自己來發言 我沒有辦法代表我的當事人發言 那就您的聲明講一下好不好 大律師,你當時聽到那個宣判結果 然後他的反應還有你的反應是怎麼樣 可以幫忙一下嗎 對不起,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知道各位有個人任務 但是我們有本人任務 不好意思 好